周深就是个大阴宗的王牌吧 只要有他在的舞台 瞬间变成充满级别的 最近新一季的声声不息 周深也是杀疯了 当同期的经典歌手都选择流行歌时 只有周深选择了一首红歌来传承经典 一首隔着你到天边 让整个节目都上升了个档次 唱完后直接收获了台下前辈的集体好评 连凭时不轻易夸人的约谈大姐大毛阿宁 都对他赞不绝口 只言周深才是个百灵鸟 周深啊 你才是一只小百灵鸟 你都得教教我 我真的可以跟你学 而上一次 周深被乐坛大前辈大跨特跨的舞台 也是在芒果的综艺时光音乐会上 每次上台表演 天真和孙悦这两位前辈都得轮番夸赞 听他唱歌都能寄出表情包来 估计也是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苗子了吧 真的是完美 完美真的完美 谢谢 你在前面那里表现真的是完美 突然出现了一段戏剧 又让我惊了 难以置信 背头翻详 我的天啊 我从头至本 天哪你 这次在声声不息的舞台 周深也在前AI绝技 现场模仿旧系迪卡带的声音 还真让他模仿出了精髓 无影散开 明夜找人来 甚至在最后的大和尚环节 深深的声音永远都是飘在上面的 还真是一嗓播用啊 你敢敲心吗 这次的时光音乐会 周深京城最大的影家 三场舞台 首首都是水面发挥 老牌歌手听完都惊呆了 就在这周周深提前把过年BGM安排上了 一首欢乐中国年 全程采用美声和明月的唱桥 成功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高音开嗓就把大前辈田振给正蒙了 连输了三句我的妈呀 难以置信 背头翻详 我的天啊 信了你 欢乐欢乐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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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道永远 过过道永远 欢乐中国年 想回到过去 不只是台下听歌的 就连一起合唱的前辈 都对周深赞不绝口 上周周深和柳根红合唱了回到过去 虽然是柳根红自己的原创 但是一同台还是被周深挣得不自信了 柳教练甚至私下回到直播间偷偷袒露 当时因为周深唱得太好听了 自己一开口简直无处遁形 因为周深的声音太好听 结果一听到我就觉得 你唱不出来 那声音是又撒哑 又没开 又紧 然后在他旁边的声音简直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想回到过去 是这样故事继续 至少不再让你离我了去 分散时间的注意 这次回报的更新 这样挽留不知 还来不来得及 想回到过去 就是他那个声音 他有漂亮感 他又有力量 然后呢到B段的时候 我觉得天都亮了 周深在新城代歌手中 有周深的存在感到清静 有实力又谦逊的歌手 谁不爱呢 这才是周深五大神迹合唱 看似是辅助 实际一开口就是灵魂 这让其他人怎么比啊 第一首一路生花 张超涵周深 两位灵魂歌者一开嗓 就是天作之河 只能说 把他俩放到一起 就不可能唱得不好听啊 我希望寻规的愿望 一路生花 一路生花 安静的夜晚 第二首玫瑰少年 这是一首反对校园 霸凌的正能量歌曲 而周深读书时 也一直伸手 嗓音变声的困扰 真是用亲身经历证明 他是适合唱这首歌的人啊 其实早在21年的创造营 周深教学员唱歌时 就被他的实力袖疯了 开口就能听出参次 儿女心肠 被乱世左右 谁来助就 你不能东汉末年分 你听上去再一个地方 东汉末年分散过 不过两天不休 儿女心肠 被乱世左右 谁来助就 就连学员集体翻车的总决赛 周深都能靠清唱就回来 吓得导播直接把他的麦克风关了 生怕 周深的表演不仅给选手们压力 甚至对同台的歌手们 也都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最后来看一下其他导师 对周深的评价吧 一次帮唱 其实我是也是说的心服口服 周深真是给我上了一课 就是周深的声音很高很空灵 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周深可以让他的声音变得更饱满 就这么个小不点 每一次演唱 真的 他能驾驭很多很多类型的歌曲 谢谢 他这个人能 这个小孩能力太强 怪怪 我的怪怪啊 天哪 你永远永远让我感到震撼 我觉得周深是一个天赋秉义天才 非常好 这一段流程里没有 这一段是我默默让他靠 原唱就坐在台下 没想到周深竟敢直接砸场子 一开口周华坚都坐不住了 你们真的胆子太大了吧 因为这首歌的一半的原唱 今天就坐在现场 自详的歌可是公认的难唱 那就更别提复制了 但没想到歌手侧田的翻唱 竟然能模仿出精髓 简直真大难辨 连台下的林子祥都被撑海了 这场圈奋无数 还因为太过出色 获得了原唱太用林的夸赞 所谓 你要折我翅膀 我必回你天堂 就是张超涵翻唱的这首天堂 打开了腾哥尔的任督二脉 从此血洗了整个话乐坛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天堂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我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我爱过我 我爱死